其實中藝節目 香港人很喜歡金句 香港人很喜歡有金句 知道我什麼了 打你腦袋 這個好像比較厲害 這個暫時沒有在節目中用 我記錄下了 每次都有不同的金句 人們才會記住你 在拍攝的每一天 我們的小三三都會面對不同的挑戰 身為製作組 我們會用人氣出奇蛋 作為小獎勵去鼓勵它 三三拍得開心 因為有女 出獨舞歌是我很想做的 因為我想將我喜歡的音樂帶給大家 因為這首歌其實也不是一首很流行的歌 這首是R&B Hip Hop歌 都比較… 很少會聽到派台的那些歌 這首歌其實本來沒有想過派台 打算是自肥企劃裡面一個小 item 滿足了我的願望 誰知道有一天 Chill Club在後台頒獎禮 喜歡跟花姐坐著喝東西吃東西 然後跟她提開 更新我最近做了些甚麼 就說了這首歌給她聽了 然後她說 好聽 我要幫我派台 所以就變成派台歌了 小薯企的阿Bing 還有Arm Channel的阿Gi 我覺得我的MV要清純一點的女神感覺 她們倆都有才找她們倆 一開始其實是我跟一個女主角很甜蜜 另一邊畫面是我跟一個女主角分手 然後就相反了兩件事同時發生的 對 天能就是天能感覺 鏡頭好像分開了一半 兩邊都在做不同的東西 例如我想看阿Bing的 我們要先看完一次 然後再看第二次就看阿Gi 第三次就看我 我們要看四次了 起碼要 MV 本身拍攝很貴的 幸好有Mike和阿輝幫我拍攝 他們很厲害 這隊隊最近是七個人 就做了所有事情 我可以說他們是看著我們長大 其實我們ERROR未出道之前 已經跟他們拍攝ERROR遊 那時我們還未宣布出道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才開一個Live 宣布有ERROR這隊 其實他們真的看著我們長大的人 他們很想 我們好 我們都很想可以幫到大家好 還有我們跟他的默契也很好 發學作用很好 大家看得出ERROR遊 到現在這樣 所以很感恩遇到這隊團隊 其實現在唱歌對我來說 是不是很大的難度 現在都五音全山 因為其實我一直有學唱歌 有做戲 跳舞就真的暫平了 跳舞就是發覺自己真的不喜歡 我也有Live cover歌放上網 雖然味道很好聽 但起碼不會是難聽 無論是做戲 唱歌還是主持技巧 我都看到自己進步 因為我會看回自己做的所有節目 這樣才可以改進到 開心的 因為努力了這麼久的 之前的作品很辛苦去做 終於有人欣賞 有人去看 很多例如 我很感恩終於ERROR 終於193 有人留意到 我就想做好件事 做好件事始終有人看到 我覺得 每件事做好 就算我無限斜動 其實我只有幾集的角色 但我一收到劇本 就馬上去找學器老師 談角色要怎樣做 然後就幫他有人物設定 幫他寫完他的人物小轉 所有東西去研究這個角色 每件事細節或做好 就始終做好 做任何節目都需要做功課 做準備才能做到 中藝不是真的你一出來就做 其實你研究了半天 之前那晚收到 你帶了一些計劃 你要想一下遊戲要怎樣去做 因為我們玩考有感覺 我們不是即場做 遊戲有準備 我要怎樣出碼 我都要之前那晚準備定 其實那些道具 同一隻鏡子玩幾次 每次都有不同的出碼方法 其實都是要準備 做功課很重要 我怎樣開竅呢 是當時想看多些節目去參考 我看了一個叫做新西遊記 有一個叫韓國的好老前輩姜虎冬 他說了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是真的記了一世 他說做中藝的 你不可以收藏自己 你心裡想到甚麼要馬上說出來 例如很多人很有包袱不敢說 你見到每個人都是 除了我之外 沒有甚麼 例如你見到那個人這麼醜 嘩你這麼醜 例如你爆了一句你很說錯的東西出來 你就跟導演說 導演求求你不要把這些字出來 剪掉 但那些沒說就是沒說的 你說了就有機會出到街 但那些沒說就甚麼都沒有 其實中藝節目 香港人很需要金句 香港人很喜歡有金句 理由我 meets我 就是我類似的 我最近想到一個去考慮了 我就是叫做 打你腦袋 即是我想罵人時 背股的媽媽就說 打你腦袋 這個好像更厲害 暫時是在節目中用 我記下了 所以每次都有不同的金句 那些人才會記得你 我真的在討論 我怕別人不知道我是 罵智偉 我其實我完全沒提過他的名字 我只是評論過收視 我都有問高層是否需要向他道歉 我應該道歉還是怎樣 他跟我說這件事是正確的 還有你有進步 他跟我說其實不是很多人知道 原來只有八百至一千部電視客 其實不知道收詞如何計算 你是對你做這行有準備 你有研究才能做到 所以我會繼續說真話 我只想完之後 但我需要收拾一下用詞 例如我真的不應該用老野這個字 我絕對覺得是你需要對你做那行負責 你需要知道所有的研究 其實我說年輕人聊天是甚麼 我是有看的 因為我有看不是我喜歡看的節目 不是他好看 是因為我知道別人在做甚麼 我才可以做一些事相對 他做得甚麼有甚麼不好 我要做好些 知己知彼 我們很想帶回電視這件事 因為這個年代大家 尤其年輕一輩都只看網上的東西 我看YouTuber 隨便有YouTuber followers都多過電視台藝人 那些人可能看韓國綜藝 內地的綜藝 台灣 他不會看香港的東西 但你想想 以前小時候 90年代 四大天王幾景 衝得出亞洲 其他人都喜歡我們 不只香港人喜歡 為甚麼現在香港人 看回香港人的東西 有一班這麼努力的人去做 但我覺得 是需要捍衛這件事 不是的話 以後沒有廣東話節目